D-Fake它其实是由Deep Learning and Fake 也就是深度学习以及伪造所组成 由A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来进行判别与生成双向的深度学习 等等 你是不是觉得眼前的唐凤有点不太一样 我们再回到影片的起点 再仔细地看一下 画面上的唐凤 是你认识的唐凤吗 现在任何人都可以使用简单的设备来做影像录制 那演员也可以透过演绎来模仿出对象的声调啦 或是肢体动作 再透过12个小时的深度学习 短短两个礼拜 就可以生成出一部即可乱震的D-Fake影片了 已经不再像以前一样需要很高的成本了 那也许你会认为 辨识这支唐凤的D-Fake影片一点都不难 但是你能确认身边的亲朋好友 也同样可以发现这些蹊跷吗 那或是换个方向想 如果D-Fake一个你不熟悉的对象 你还有把握D-Fake时间可以识破吗 所以当影像跟声音都很轻易地被窜台的时候 我们又该相信些什么呢 我是唐凤 看完这部D-Fake影片 我想再次提醒大家 面对来路不明的影像 请保持警觉 先查证 不转传 只要养成主动查证的习惯 提升自己的媒体素养 就可以避免我们的亲朋好友 受到假讯息的危害